然後我搭的是那個男友褲 給大家看一下男友褲的部分 它一樣是有腰圍調整扣的部分 然後它的腰圍調整扣也是在外面 大家可以直接去做調整喔 對 依照你的部位大小去調整 然後他為什麼做兩個扣子 我剛剛還特別問了小編 他說因為這個袋子比較調整的比較長 然後你就兩個扣子的時候 比較長的地方你可以再把它扣起來 這樣袋子就不會掉出來 就不會垂在外面或是你會跑收它 那男友褲你穿什麼尺寸啊 我穿M號 M號就可以了 男友褲有到四個尺寸喔 ML、XL跟XXL也到四個尺寸去 那David現在穿的是M號就OK了 沒有彈性 而且我沒有調到 它還有超多的扣子 那個扣子的洞可以調的部分 有人在問褲子有彈性嗎 我覺得還好 所以你要挑一下 要挑鬆的尺寸 就是要寬一點點的部分 它是沒有彈性的部分 男友褲很顯瘦 超顯瘦 就這樣感覺起來又瘦了五公斤的感覺 又有摺褲嘛 看起來又更瘦一點 所以男友褲建議你們一定要摺起來 就是這樣子看起來會非常更顯瘦的部分 這件真的就是完全看不出來有懷孕啊 非常之不像 現在真的是都遮住了 singing,那耶 都是超燉的分明 她們讓我開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